孩子们已经开学了很快就要注册 而为了入籍贫困家庭血统的开学金 全台湾家福中心启动了爱新义卖的活动 依然家福地点就选在罗东邮局的前面 也获得路过民众的热情响应 更也呼吁各界勇于来捐款 帮助弱势血统启动更美好的未来 顶着寒风家福志工们热情满满不断的大声叫卖 大力推销桌上所摆满的各式各样义卖品 包括了铁蛋、鸡翅、红烧肉、布娃娃等等 除了是家福志工热心的准备之外 还有家福委员以及各地区农会热情赞助 为义卖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今天在这边办那个爱西义卖活动 我们主要今天的义卖品的来源就是 宜兰各地区农会占助我们很多物品 然后还有我们特别感谢林淑慧女士 他提供很多物质给我们 然后我们今这次的义卖所的会全数 就是之后的义卖所全数 由汇本部那边统一帮助我们 全台湾省的就是一些弱势家庭的 儿童的一些就是他们的开学金 家福基金会在全国各地举办 送暖迎春圆平同读书梦的义卖会 一旦家福中心今天在罗东邮举门口摆摊义卖 获得许多路过民众热情的响应 共同为贫同筹募开学金 家福中心也呼吁各界以及善心人士 在募款活动期间踊跃的捐款 帮助弱势儿童启动更多美好的未来 以来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